新北市一名簡姓婦人 日前看公婆吵架之後 就帶著兩名女兒前往新店壁壇 她是以拍照為郵騙兩名女兒下水 沒想到之後卻放手讓女兒衝走溺斃 昨天晚上台北地院裁定羈押不禁見 而根據老姐 這名簡姓婦人入監後的新收編號是0225 目前她的狀況正常是沒有異常反應 簡姓婦人昨天下午被警方移送北檢婦訓 檢方發現她的說詞有疑點 接連兩天的行蹤和通聯記錄必須釐清 訓後已涉犯殺人重罪 有逃亡滅政之餘 神押禁見 台北地院審理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 有逃亡之餘 但無滅政之餘 故羈押但不禁見 父姓這名婦人被帶往台北女子看守所之後 新收編號為0225 狀況正常 她的情緒反應也很穩定 而今天上午監所提供的早餐是 饅頭 果薑和豆漿 她是住在八人房 同寢室友分別為犯下殺人 詐欺 組織犯罪 妾盜和毒品等罪的人 而這起狠母殺女的案件 也引起社會關注 警方調查34歲的簡姓女子 她因為與同住的公婆相處不和睦 因此長期頻繁摩擦下來讓她很不舒服 她在7月2日當天睡醒之後遇到婆婆 雙方又發生了口角衝突 她一氣之下就帶著兩個女兒離家親身 導致小姐妹是雙雙溺斃 只有她一個人獨自活了下來 不過詳細的作案動情仍有待調查理情 簡姓女子與丈夫 2023年7月開始與公婆同住 但是同住以後 因為與公婆生活習慣落差太大 彼此間不斷發生摩擦 日記月累下 積怨健身 二日當天一早 姊女起床後 走出房間遇到婆婆 一時之間心仇舊恨湧上心頭 心中悲憤難憑 因此出言詢問婆婆 為什麼對我這麼差 而婆婆則是用台語回了一句話 但是姊女聽不懂 就認為婆婆是在罵她 因此她內心更加怨恨 當天上午8點多 就帶著兩個女兒出門 隨後就發生憾事 不過詳細的作案動機 還有待檢方調查理情 接著看到的是台北市游民變態的爸爸 性侵女兒100次 甚至還比女兒要打扮成 她外遇對象的外貌 讓女兒是瀕臨崩潰 報警處理 檢方依法將變態爸爸起訴 不過這名變態的爸爸 上個月卻突然身亡 市令法院判決公訴不受理 檢察官為了釐清這起離奇的家內性侵案 日以繼夜的勘驗相關證據 發現狼父曾連自訴 和女兒發生性行為100次 並且提到有10次特別舒服 女兒曉婷表示對性行為反感 離譜的狼父更以女兒男友的身份來自居 而且對女兒有男友疑似感到相當妒忌 而檢方今年4月癥結起訴 該名狼父在6月6號卻突然身亡 法院依據相印遺體證明書等等 判決公訴不受理 同樣也是性侵女兒的離譜案件 由一名男子20年前與太太離婚之後 取得當時就讀高中的女兒的監護權 沒有想到他卻性侵女兒 而女兒提告之後就離家之後 男子也沒有再撫養過女兒 如今男子已經70歲了 他竟然向法院申請要求女兒要來撫養他 不過經過法院調查 這個女兒這19年來 讓女兒是飽受心靈折磨 因此判決女兒免除撫養義務 孝順父母是每個人應盡的義務 但屏東一名老汪遭女兒棄養一重告上法院 近日卻被法院打臉 根據判決書記載 老汪在2004年離婚後 和就讀高中的女兒同住 隔年卻趁女兒睡覺時侵犯他 嚇得女兒報警並離家出走 這19年來 老汪沒有撫養女兒 任前因為生活沒有著落 向屏東地院申請履行撫養義務 老汪在停訊時強調 自己沒有侵犯女兒只是猥褻 而且當時誤以為那是前妻 事後也大受打擊 女兒離家後 他也有不定期支付供養費用 打電話關心 但女兒未接 法院斟酌 老汪在女兒成年前 未依法慎禁撫養照顧義務 還讓女兒身心受到巨大打擊 19年來仍抱受心靈折磨 情結重大 所以依民法規定 免除女兒之撫養義務 全案任可上訴 接著看到的是 高雄有一名狼屍遭到爆料 說他過去20年 性侵至少16名的學童 而且他還會命令學童要脫衣服 捆綁身體以及拍攝不啞片等等的行為 法院審理之後 重判狼屍18年徒刑 高雄市議員白喬英今年4月在高雄市議會質詢時表示 他在媽媽群組裡看到一則貼文在流傳 裡面寫著一名男老師長達數十年 性侵數十名的小學男童 他一開始還以為是在編故事 怎麼可能會有這麼離譜的事情 直到他向教育局求證才得知這是事實 並且開轟為何校園版的黃紫嬌沒有被揪出來 橋頭法院審理之後 認為該名狼屍利用國小教師社團導師的身份犯罪 對未成年學童性交猥褻 以及拍攝未成年或兒童少年猥褻行為電子訊號或性影像 造成被害人身心創傷 依法判處他18年徒刑 好接著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FIR菲爾樂團的前主上妃 詹文廷跟他的恩師陳建林日前因為合約的糾紛鬧翻了 而詹文廷他是告陳建林說偽造文書不成 還反被起訴涉犯誣告罪嫌 不過臺北地院今天一審判詹文廷無罪可以上訴 對此詹文廷也透過經濟公司有作出回應 詹文廷和陳建林等人今天都沒有到庭庭來聽判決 而臺北地院之前密集開庭 曾經傳喚前吉他手阿慶作證 形同菲爾樂團另類的合體 然而這場試圖對決 陳建林在最後言辭辯論時哽咽地說 他過去一手把菲捧紅卻換來誣告 而菲則是說他希望第八章想共同母代 卻被說成十二不赦的人 法官今天判決菲誣告無罪 全案仍可上訴 對此菲透過經濟公司回應 感謝一直以來身邊朋友和歌迷們 對我的信任關心和支持 感謝司法公正還我清白 期盼一切紛擾到此高於段落 可以回歸音樂裡的純粹 可以回歸音樂裡的純粹 皮疙瘩 爵